其实我自己个人就会有很明显的感受 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睡眠品质不好的时候 会精神注意力不集中啊 觉得很疲倦啊 然后开个会都觉得打哈欠连连啊 但是其实在我生命当中 有发生一件事情告诉我 告诫我其实睡眠真的很重要 就是有一次呢 因为刚好会议排得很满 然后呢晚上又要有一个座谈会 然后开完座谈会之后 刚好朋友又来拜访 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吃吃喝喝 忙到大概一点半的时候 然后才回家 那因为我隔天早上要搭上海的第一班 早班飞机七点半的 所以我差不多五点钟左右就要出门 因为我要赶飞机嘛 那我想说反正身长体壮 应该没什么问题啊 结果其实后来就发生连环车祸 我撞了六台车 在那个等红绿灯的时候撞过去 可是其实你发生车祸的当下 你没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最深刻是 我在这个病床上醒过来的时候 是我妈抱着我痛哭 你终于醒来了 是这样吗 就我妈就跟我说 就是因为我是独子嘛 我妈就说你走了我怎么办 那一次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 如果要开车 如果是要做一些要专注注力 绝对不能睡不好